差不多的货物 日系卡车只能拉一个 而华系卡车却可以拉两个 如今的国产卡车在东南亚也是很常见的 但这边依旧是日系车的天下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国产卡车在印尼的风采 两台大红色的JH6 缓慢的行驶在印尼的青花山路段 这个地方的车流量很大 加上是上坡 经常会有一些卡车在这个地方趴窝 当然有时候我们的国产卡车也会在这里趴窝 但这两台问题不是很大 应该能顺利的通过这个坡道 但你们也别小看了这不起眼的坡道 看下面这两台拉的集装箱的日系卡车 两台不同型号的同品牌车 其中那辆更老一点的 看起来动力更强 而这边这辆新的反而是很吃力的样子 最终没有意外 可能是动力不足 它只能是停在了半坡上 之后司机尝试再次起步 只见车身剧烈抖动 最后地上还爆了一滩水 也不知道是什么爆了 副驾已是急忙下车给它垫一垫 这要是搞不好 等会儿溜车了 翻车的事情 在这里是经常发生 司机也不想发生这种事情 奈何这动力属实是拉胯 这估计开了锁都没能上去 之后便人过来了一辆一系的卡车 它拉着两个集装箱 也不知道是什么 虽然当地主要还是日系卡车多 但华系的卡车也能看见不少 反正比球系卡车是要多一些 那边司机想求助一下这辆车 但人家好像没有鸟塌 再看这后面两辆卡车 一辆是三菱扶桑 另外一辆是福田卡车 同时来到了这个坡道 后面的福田它还想在这里超车 但是很明显 在这里超车是有点困难的 然而在这边最多的还得是JH6 并且这款车在当地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并且这一次过来的又是两台 之前也说了 就算是国产车 也会在这里趴窝 前面的车突然减速了 估计是在降大 但它这番操作下来 自己是顺利的上去了 但可是害惨了后面的另外一辆车 它突然就在这里走不动了 然后只能将车倒下去了 可能有人会疑问 为什么不直接起步 估计是做不到吧 要不然司机怎么会不知道 在将车子推下去一大截之后 司机才尝试重新起步 至于这个坡有没有难度 我觉得还得看车说话 不知道各位老司机有什么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